我继续跟大家分享探讨基督论 特别这是我要从希伯来书4章第14到16节的3节 去思考到底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吧 3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辞定所承认的道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距离来到施恩宝座前 我要得连续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这三节基本上是一个见解 介绍到底这位大祭司是怎么样的一位大祭司 之前我们也看过也提过大祭司在第二章跟第三章都有 只不过是清明点水这样提过去 但是这是他特别的假强调了这位尊荣的大祭司 他已经升到天上了 他是谁 他是神的儿子耶稣 如果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已经升入高天 是一位大祭司 是神所胜利的大祭司 我们应该怎么样 第二句话他讲到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跟我们一样的软弱 他也曾经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没有犯罪 差别就是他没有犯罪 我们会犯罪 所以他的结论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距的来到施恩宝座前 不要得连续蒙恩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漂亮的三句话 让我们知道到底我们所相信的是谁 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记得 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怎么讲呢 当人家问你这句话的时候 你怎么去解释 圣子道成肉身之后 并没有改变他的神性 他还是神 只是怎么样 加上了人的性格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3节也讲过 除了从天降下 忍旧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他从天上降下来 取了人的身体 但是他还是在永恒里面 所以道成肉身的神 并没有改变神性 他忍旧是什么是神 只不过是加了人性 好了 圣子始终是造物主 太处有道道与神通 在道就是神 他讲到道就是神 万物都是接受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 而不是接受他造的 所以圣子是造物主 虚己成为人之后 还是一样的是造物主 爱只是永生神 成为会死的人 这点我们一定要去 好好的思考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 他被钉死了 请问死了没有 绝对死了 是什么死了 他的肉身死了 他的神性 神有没有死 没有死 绝对不会死 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讲 他从死里复活以大人 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 神性神的这一块 绝对不会死 但是人这一块怎么样 死了 所以当我们讲到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这三节话主要是可以分成三段来看 复活的基督已经深入高天 是尊荣的大祭司 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一点 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 大祭司也曾跟我们一样 曾跟我们一样的软弱 所以我们有两件事情 我们要做的 我们便当辞定所承认的道 第二点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宝座前 如果讲摆的话 就是叫我们做什么 叫我们第一点是 死守所承认的道 好好读生接应 第二呢 专心祷告 就是讲祷告 读心祷告 读心祷告 他基本上就是讲这两点 但是他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这两点 我们对大祭司的这个认识不是很清楚 特别是我们不是犹太人的背景 我们不晓得大祭司到底是做什么事情的 如果你去看旧月的话 甚至于现在 每年的7月10号 如果你去以色列的话 车上 马路上没有车子 铃铛也没开 飞机也不飞 商店也不开 船船怎么样 完全是整个社会是停顿的 所以那一天叫做赎罪热 所以Yamkipu Yamkipu Yamkipu就是1967年的时候 这个西利亚 越旦跟埃及就发动了 那个Yamkipu的争战 就是在那一天 因为那一天大家都休息 为什么呢 那一天大家不能够做事情 因为那一天 大祭司要到圣所去 洗涤身体 然后为百姓献上赎罪祭 所以大祭司的责任呢 就是那一天最后 大祭司要进入到至圣所 然后替百姓赎罪 所以这一天对以色列来讲 相当的重要 上次我讲过 七是神的数目值 神很喜欢用七 因为创造了世界六天之后 第七天他休息了 所以每年的七月 这个七月 第七个月是神的月 好了 我们知道 然后我们看耶稣基督呢 耶稣基督是新月的大祭司 他洗尽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高者的右边 第二 神的儿子深入高天 是尊荣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我们祈祷 他既然坐了大祭司 他的职份怎么样 就是为我们祷告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当我们想到大祭司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想到 大祭司的两个层面 在神面前是什么 那是代表我们 在人面前呢 是代表神 所以他有双重的责任 一个责任是什么 代表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 另外一方面 代表上帝向我们说话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 我们看这一段经文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已经深入高天 成为大祭司 好了 他要我们 既然我们知道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 第三天复活 四十天之后 升天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我们就要辞定所承认的道 这个道是什么呢 这个道是指到前面 第四章 第四章十二节讲到的 神的道是什么 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他这个活泼是有功效 他原文是 他英文翻译是 Living and effective 或者Living and powerful 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讲神的道 比两人的剑怎么样 更快 甚至于骨以骨髓 魂以灵都能够吃破脱开 都能够透过 换句话说 神的话有怎么样 有能力 我们要小心 我当我准备这段话的时候 我就想到 中国人很喜欢讲 水能怎么样 水能再周也能 复周 照样 神的话也是 同样的有这个 有这个作用 耶稣讲 他讲到 第一 约翰福音六 六章六十三节 那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真命 ok 然后在十二章 四十八节 他所说 我所讲的道 在摸着怎么样 审判你 当耶稣在讲到 六章六十三节 说我对你们 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之前 六十二节 他讲了一句话 很耐人去思考 他讲 如果你们看到 人子 生到他原来 所在的地方 你会怎么样去想 如果人子 生回去 他原来 所在的地方 现在就是 耶稣基督 从死里 复活 四十天之后 他生到 怎么样 生到天上 回到他原来的地方 已经发生了 当我们 想到 耶稣基督 是这样的 一位神的时候 我们对 他的话 会有怎么样 我们会 会很 会很小心 为什么呢 这是 神的话 所以当我们 讲到 神的话 我们要 持定所 承认的道 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想到 我们要怎么样 去持守 神的道 这里 我们看到 三位一体的神 是我们的导师 特别是在 约翰福音 第六章 第六章 主耶稣说 若不是天父 吸引人 没有人会到 我这里来 所以如果你 喜欢读圣经的话 是天父 在吸引你 去读圣经 从我 从父 所领受教训的 就是到我这里来 所以 圣父 本身 就很在乎我们怎么样 领受 父神的教训 不单止如此 耶稣说 我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神不单止 要我们去领受 耶稣基督 代表神 对我们所说的话 同时圣灵怎么样 耶稣讲 圣灵来 他要指教你们 一切的事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 对你们所说的话 所以圣父 圣子 圣灵在这方面 非常积极的 怎么样 要求我们去 实定 我们所承认的道 这个道就是神的话 好了 我们再进步看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掌兄 耶稣基督 在罗马书第八章就讲了 保罗说 神把耶稣基督 在众弟兄中间 怎么样 做掌子 所以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大哥 如果我们的大哥 已经在神面前 安利在那边 而且我们的掌兄 怎么样 已经为我们的罪 舍神流血 已经洗尽了我们的罪 他做在高天之上 我们更要怎么样 持定他所说的话 他所说的话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要 第一点我觉得 很有意思 这句话 他一直到第五章十三和十四节 才解释出来 OK 要怎么样 持定所承认的道 第十三章他讲到 第五章十三节 他讲到 很多人是不熟练 神的话 很有意思 un skill 对神的话 un skill 换句话 搞不懂 OK 他讲 很多人 读圣经 他就搞不懂 所以他不去读 但是 第十四节 他告诉我们 要怎么去读 要实练的 实练的 这个字很明感 实练的怎么样 通达 这个实练 其实是两个动词 一个是学习 一个是操练 英文翻译的 会比较清楚一点 train senses train senses 就是你本来 没有这个senses 你本来对神不了解 对神的话不了解 不认识 但是圣灵 进入到 你里面之后 你会有这种 train senses 你会有 train spiritual senses 你会有 属灵的敏感度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会明白 而且他要怎么样 他要我们去操练 你必须要去exercise 你不操练的话 你不会懂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一直要强调 每个小组 能够 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 只要你里头 有圣灵 你只要你愿意 你就可以带领察经 从带领察经开始 你要去操练 你不操练的话 你不去学习的话 你不可能精通通达神的话语 好 这个是属灵的奥秘 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 就是以马内力 神要跟我们同在 神要怎么样跟我们同在呢 耶稣在还没有生天以前 分布这些门徒的 反而我所分布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注意啊 教训他们遵守 不单止你要遵守 他们也要遵守 你要不单止 你自己要学习 你要交出来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知道世界的末了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在约翰福音第15章 一直在强调的 我是真仆道 说你们之子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所以神的话跟耶稣基督 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耶稣基督 因作我们的信怎么样 住在我们心里面 这个是以马内力 好 接着下来 西伯来书的作者 讲了这句话 很有意思 基督为大祭司 也曾与我们一样软弱 凡是受过试探 所以他能体系 我们的软弱 只是他从未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际的 来到十恩宝座前 他这边讲到 耶稣基督 他有完完全之的人性 他有人之为人的一个本质 所以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想到 耶稣基督道成若生 他在玛利亚的腹中 九个月 从小 从比特斯开始 一直到生出来 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的话 第二章特别讲到 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体怎么样 渐渐强壮 换句话说 他卑鄙的时候很虚弱的 跟我们一样是做卑鄙的 他渐渐强壮 所以到最后 路加是一个医生 他讲 介绍到耶稣基督的怎么样 他的智慧和身量 在人跟神所喜爱的心 怎么办 一直增强 所以你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种怎么样 跟我们有同感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 他与我们有感同身受 亲身经历人的软弱 当我看到 别的家庭 有智障 有残障的孩子的时候 我会怎么样 我会感同身受 因为我也有一个 这就是耶稣基督 当你遭遇到任何的困难 任何的试探的时候 你要接受一点 知道一点 耶稣基督 可以跟你感同身受 他会知道你所感觉的 他会知道 因为他亲身经历过 所以在二章十八节 我们上次也谈过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大救被试探的人 主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 能够扶持我们 能够赐力量给我们 胜过试探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关键的 这个祷告 这个祷告要求我们怎么样 只管坦然无惧的 来到十恩宝座前 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来到十恩宝座前 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 他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 他的宝血已经洗尽了我们的罪 他之所以是大地师 下一次我们会讲到 主要是怎么样 他把自己当作赎罪祭 当作挽回祭献给神 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洗尽了我们的罪 所以主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不必惧吧 随时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 我很喜欢这句话 做随时的帮助 耶稣基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三句话的时候 我总结 这个是神的计划 也是神的希望 就是以马内力跟我们同在 我们已经进入了自圣所 是来到十恩座前 我们一定会蒙神的怜悯 我们一定会得到安息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怀 感谢观看